下這些公式其實還蠻複雜,最好是有沒有一個按鈕,或者是一個插入環數就可以幫我搞定一切 像這邊如果有一個按鈕,可以有一個按鈕,然後按下它,就可以幫我把那個結果計算到哪裡,計算到這邊來 按下去就好了,OK,有沒有三個就出來了 這個地方按下去不是說都是輸入3,它一定會是計算 第二個是說除了這個方法之外,你也可以用插入函數,假設你可以使用的第一裡面有一個計算m有幾個的函數 那一樣給密碼,這個密碼裡面有幾個,return回來是3,一樣,兩個方法 如果你工作裡面有很多類似這種東西,你就向下填滿全部都搞定了,對不對 不然的話你怎麼辦,慢慢一個一用眼睛看,這當然不是好方法 所以,但工作裡面呢,這種我想還是難免會有這種問題發生 那,只是要怎麼做,我想第一個,邏輯上如果你要把這個邏輯變成VBA的邏輯的話 其實它的邏輯幾乎都一樣,所以我的思考方向第一個,因為我有1到16,所以我外面一定保有回圈 for i 等於1到16,對不對,然後nest 那裡面的話做什麼呢,再來就是mid,mid mid是一個字,一個字,一個字,一個字的把它切,切出來之後的話呢 那也許我前面有個地方有個變數可以接啦,s 假設切的話是mid,mid從哪邊呢,從這裡面去切,切到點第二個參數從哪一個字 從第1個字切,切幾個字,一定只切一個字,那一個字切過來之後呢,就丟給這個s 那s做什麼呢,幫我去find,不過特別注意,在VBA裡面,它那個函數比較find 它用另外一個函數,叫instr,然後它找的順序啊,剛好跟find顛倒 它是先找什麼,先找s,找什麼,找那個m,有沒有 沒有,如果有的話呢,它就會返還第1,第7,第15 可是如果它找第2個字的話呢,返還找不到對不對,它return回來就是0 找到會告訴你哪一個數字,找不到就是0 所以你底下可以做一個邏輯判斷,一副 如果呢,這個東西啊,也許我這邊有個變數叫p好了 如果這個p喔,它不等於0的話,表示是有找到的話 不等於喔,等於是這樣的嗎,不等於是這樣子喔 OK喔,不等於0的話,then,做什麼呢 就把數字再加起來,就是加總,就是conc 那conc在VBA裡面是怎麼樣 是加一個變數,有沒有,conc等於什麼 後面的東西,conc自己本身,conc預設值是conc 把它加1,它原來是0對不對,後面加完之後再丟到前面去 它的邏輯是這樣子,那如果有找到一個,就幫你加一個 找到一個,就加一個,那最後呢,就把這個conc輸出到哪裡 輸出到這個儲存格,G2的儲存格 誒,程式就寫完了,OK,應該可以理解我在做什麼 只是說,講完之後呢,程式也要寫完 那表示你就應該是把這個VBA的精髓學會了 其實,其實我怎麼寫的,我就是照剛剛講的寫 程式寫完的結果,我們來看一下 OK,那都是細節,第一個一樣,開發人員的這個部分要把它打開 我想這個開發人員打開應該沒問題 應該同學,這個開這個應該都已經 OK,第二個的話呢,就Visual Basic 那做什麼事呢,就把這些給打上去 那我基本上第一個呢,一定是先插入一個模組 第二個的話呢,在這邊插入一個什麼 假設啦,我用的名稱跟這上面一樣 計算M有幾個,the sub 然後呢,插入之後的話呢,就分別 插入一個程序嘛,這個程序名稱呢 就叫做計算M有幾個,按確定 頭尾幫我做出來了 再來呢,把剛剛的程式呢,分別打上去 那我剛剛講,for i等於1到16,next 然後呢,當然註解我是後來才加的 mid,這個mid是切割嘛,去哪邊切呢 我把那個A2裡面的資料先拿到這邊 然後切,切第幾個,切第1個字 要幾個字,要1個字 OK,所以這個我想應該沒問題 然後丟到S,然後利用INSTR去找一下 這個S裡面有沒有M 有的話呢,它就會是一個數字 沒有的話就0 所以呢,如果P不等於0 這個敘述其實就是什麼 表示找到了,所以計數 這個的話呢 這個 表示 這個 應該是表示的邏輯 所以我判斷的話,是判斷什麼? 判斷找到的喔 找不到我就不管它了 因為找不到 找不到,沒有那跟我沒有關係啦 我知道,所以邏輯怎麼下來 基本上就是,你要找的東西 你就下一個邏輯 無關的,就讓它去吧 OK齁,就不用理它啦 然後,then 把Count等於Count加1 加完之後它丟回 所以Count的預設值等於0嘛 那0加了1之後 丟回去變1 再換下一個 1,2,3 有沒有 那最後呢,我就把這個Count的結果 怎麼樣 丟到哪裡呢 丟到G2的儲存格 有沒有 就把這個結果丟到這邊來 它就怎麼樣 幫我丟到這裡 OK應該可以理解啦 這程式我想跟前面寫過的 我想也沒有特別複雜 只是說你要靈活去把這些東西 全部都把它就是用進來 我想前面用來用去 不外乎就4回圈嘛 不外乎就是if的邏輯判斷 OK,那好像也沒什麼新的 Range這個我想這個物件名稱 應該也不是太新的東西 頂多是說我在這邊有加一些註解 OK,所以請各位 稍微試一下啦 那待會一樣 我會把這個程式 一樣會貼到雲端上 給各位參考 所以如果說你沒有把握的同學 沒關係 量力而為 這邊有個VBA貼上 然後我會把 稍微把它弄漂亮一點 所以我這邊有個外掛 有個 把它格式化變漂亮一點點 有沒有 變彩色的 這個開頭我會把它加注一下 告訴你說在這裡 所以你要複製貼上應該會吧 Ctrl C Ctrl V 不過貼之前記得 你不要連模組都沒有 你就亂貼 OK,那你貼完之後呢 就自己再試試看好了 最好是可以重打一遍啦 OK,那其實你要把這東西學好 沒什麼 就是把它練熟就對了 OK 好,那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第一個 我們可以制定一個什麼呢 一個VBA 那其實剛剛VBA寫這麼多行 這邏輯基本上就跟那個 函數的邏輯一模一樣 只是函數它只能寫在一行 所以其實寫在一行裡面 要把這麼多東西把它全部做完 實在是不太人性啦 我覺得有時候反而用VBA來敘述 比較能夠表 比較能夠講得出剛剛那個邏輯 所以兩邊你可以參照一下 那當然未來至於 你要用哪一種方式解決問題 我想前提是你要把問題解決啦 而不是說你要去想什麼 這裡面有哪些什麼高深的學問 其實這裡面你不用太鑽牛角尖 那就是把這東西給做出來 另外除了說可以做一個按鈕之外 當然我們前面也講過 VBA的形式至少兩種 一種是直接按SUB 一種是插入制定函數 因為我想很多同學 還是比較習慣用一個函數 所以也許你 不會啊 看 沒有啦每個人的習慣不同 所以可能你比較習慣用一個SUB 但我也是啦 看需求 可是如果有時候 剛好這個動作是 可能你還是要給別人去使用的話 因為不是說你自己 因為有時候工作裡 職商裡面其實 要不就是去使用別人 要不就是你提供一些 你寫好的東西給別人嘛 那你當然也要想到別人的方便 而不是自己方便就好了 所以你要怎麼樣提供給別人方便 那盡可能啦 那你如果可以從頭 delete掉 把我剛剛講的 從頭到尾又打一遍 又成功了 OK那表示你這個VBA的功力 應該已經有一定的 這個水準了 那其實我想入門班 我們這些練習了很多啦 所以慢慢慢慢 如果這些都可以熟的話 以後真的很多工作 就在瞬間就可以完成了 所以那個差距是十萬八千里了 OK 所以這我想這也是 為什麼大家一窩蜂的 非常想學的東西 很簡單 真的是非常極端的 所以我有時候把那個YouTube 這些上課啊 影片放YouTube 有人看一看之後發現 非學不可 因為不學 他可能在職場上應該混不下去了 因為太多東西 這怎麼怎麼 可以試試看好了 第一個 計算M有幾個得以 好嗎 好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